臺灣和貝里斯建交 今年 10 月 我們和貝里斯建交就要滿 30 週年 為我們兩國規劃了一系列慶祝活動 在值得紀念的這一年 非常歡迎楊可維總督率團來返 展現兩國層次的友好情誼 過去這段時間 臺灣和貝里斯合作更加密切 包括擴大醫療合作 提供職業訓練等 在投資貿易方面 過去兩個月 臺灣連續組團到貝里斯 考察 旅遊商機和觀光投資 接下來 9 月 還有海鮮產業採購團將到貝里斯去 我們也非常期待 今年 11 月在貝里斯第一次舉辦的臺灣商展 可以順利圓滿創造更多合作商機 我非常高興 臺灣和貝里斯從 1989 年建交以來 是成平時期的好夥伴 也是艱困時期的友人 對於今年 5 月的世界衛生大會 臺灣再次未能受到邀請函 貝里斯也提案力挺臺灣的參與 我也要代表臺灣人民 謝謝貝里斯的支持 我希望兩國在各領域可以有更多的合作 還記得上次我們見面的時候 楊可維總督跟我表達對環境永續議題的重視 未來 臺北兩國將持續共同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 推動彼此國家的永續發展 我知道在這次的訪問過程裡 有我們裴瑞斐檢察總長 並且兼任法務部長 去年來臺參加聯政研討會 這次檢察總長再一次來 將在總督閣下的見證之下 跟我們的法務部蔡清祥部長 簽署兩國聯政合作的協定 我相信這將是我們兩國持續寫下合作的心言 再一次歡迎各位來到臺灣 祝福這次的行程圓滿順利 謝謝